已經漸停營業兩個多月 約翁仔雞店 疫情供給路 也慢慢要蓋住洪水 新的市場有說過 市來約翁仔雞的業者 代表情開給營業 如果準確定定期消毒 和算定感控 不必一定要有人告 點 營業時間是限定對 才去八點到晚上十點 新的市場宣佈 抓翁仔雞十二開始 可以開給營業 除了要遵守一般的方言措施 只要每一時就派人消毒一次 才可以營業 只要聽到消息說 現在雖然該做 不必有全人告點 不過每一時就需要派人告現場消毒 實際上也是有困難 就是說每小時要清消 對 像我有上班的人 對 然後我是 如果是那種六小時八小時清消 還是我還可以 因為可能就是上班前下班後 開放是好事 可是開放的條件 我們就是覺得 有些條件還是 我覺得有點嚴苛 目前營業時間 很多 自才去八點到晚上十點 也沒有定期派人掛插 如果是有發現 為貴情緒 會以後規定正行出返 記者對關火 新店補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